今天這個地方我來過 朋友不多 但我認識這個人 你認識他 對 來這邊跟他打聽就沒有問題 但重點是 他做了一件事情 是現在人幾乎比較少在做的 很少在做的 而且跟這些木頭 很有關係 就這邊 老闆你好 你好 我把他來給嘛 對啊 你好 這個 你猜裡面有什麼 就是那個麥芽 麥芽在哪邊 對不對 這個不是嗎 麥芽長的顏色 殼啊 殼啊 麥芽殼 對不對 這什麼 是吧 裡面的東西吧 麥芽裡面那個 這是什麼 米啊 米喔 對不對 放糯米 放糯米 現在要把它瓦出來對不對 對啊 瓦出來你要拿來把它脫水 然後它就吃了 就拿來煮麥芽膏 等一下 它等於是讓米裡面的 那個 芡出來 對不對 裡面呢 它這個 剛剛那個澱粉 有沒有 就是它澱粉出來 像勾芡那個樣子 對不對 不是 那是什麼 它利用小麥芽的酵素 去把它 所以裡面沒有加糖 裡面沒有糖 沒有啊 沒有糖 那就是 就很單純就是 這個啊 麥芽加米 然後麥芽的酵素 去把它米的電源 轉換成糖 就這樣子 它這個沒有 它這個有沒有 我們要看它 什麼時候糖化好了 全部就先把那個米 拉好起來對不對 對 然後把它剝開 然後找一粒 比較完整的 黏牙芽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糯米 豬家是硬的 可是你摸摸看 現在是軟的 軟的 這個 看你 你 你不要糖化了 老闆說 他煮的麥芽糖原料很簡單 只有麥芽跟糯米 不會另外加糖 麥芽膏之所以會是甜的 全靠麥芽的酵素 它可以分解糯米澱粉 產生糖分 是純天然發酵糖 像老闆這樣 這麼高剛用柴火煮麥芽糕 已經不多了 而且老闆還會自己種植小麥 為了不讓小麥曬太陽 進行光合作用產生苦味 特別利用室內低溫控制 來穩定麥芽的品質 才能夠持續產出有口皆被的麥芽糕 要知道煮麥芽的工程可是很浩大 既然我們有求於老闆 幫幫忙也是應該的嘛 來 我們快點做完 才可以趕快打清消息 好的 不論是燒材 蒸米 熬煮麥芽糕 過濾或收汁 統統都來了 不過老闆在一旁忙進忙出的 他在準備什麼東西 烤鴨 現在要做烤鴨嗎 對 這個有處理過了 對不對 這個可是我們現在好像 再給它散個麥芽 一般不是要風乾幾天嗎 不用啦 風乾大概十個小時就可以了 不是 我不是看那個人家那個什麼 烤鴨都要先吹風 要先吹風 你有沒有對它吹氣 有用控制 空氣壓 空氣壓 現在都用這個了 現在沒有要用嘴巴 那是五十年前老師傅 我就是看 那我是被人家騙的 我還可以看過他這邊很難吹 那個是表演給你看 對啦 那麼多是怎麼吹 所以他就用控制 我往哪邊 看你 通常你屁股在那邊 有沒有 放進去 然後這個 另外一時候把它捏住 風就在那邊就噴開了 像外面一般的有沒有 烤鴨一定會加上東西 它們皮 不管是廣市還是北邊 它就用那個醋 醋加那個有沒有那個 醋水 醋水加那個白色的水魚 水麥芽 我們是 我是直接用火的麥芽糕 直接用麥芽糕 抹它的皮 你抹 你抹一個給我們看 抹了 我們要先把麥芽糕 來 先調一調 這個麥芽糕 這個你看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紅心補過色麥芽 這個拿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有人說 真的麥芽糕不會黏牙 對 等一下來吃看看 要知道 真的不會黏牙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但是而且它那個顏色 比較霧一點 有的是比較透亮的 對 有 我們這個還有那種 高檔的飯店 拿去做牛軋糖 一次買很多 專門做牛軋糖給客人 你還會玩 這樣太少了 不是 可是這一鍋比較不適合吃 因為這個要 因為它比較軟 結果不是要來吃的 就是要拿來料理用 所以豬比較軟一點 豬比較就是比較沒有瘦那麼乾 對 然後真的要吃的話 會比這個乾 這個還不夠硬 就是要料理用 所以才不故意吃這樣子 還不錯 這感覺真的回到小時候 但是那個甜 不是那種死甜 是意義什麼的 淡淡的地瓜屋 很實力 有 然後現在這鍋好了 我就把它調開了對不對 把它這樣子抹一抹 就好了 好 我們就把它吊著 繼續有沒有 風乾 風乾 風到乾 風到乾 沒有 沒有多久的問題 好 這個老闆講的是雲淡風輕 但不論是麥芽膏或是烤芽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闆說 他從父親那裡 學習到煮麥芽膏 堅持要遵循 武法用柴火慢熬 從蒸米開始到熬製好的麥芽膏 至少都需要花上十幾個小時 而烤芽某種程度 跟煮麥芽膏是一樣的 除了火候等因素 最重要的是耐心 一個等熬製 一個等風乾 也需要待在高溫環境中的毅力 你看這個烤芽晶晶的 老闆 什麼時候切開來吃 你看那個油 油跟軟糖 我發現它這個 怎樣 比較亮 烤出來它有很多 你這個比較亮的原因是麥芽糖嗎 麥芽 對啊 麥芽 我的麥芽 你看油 它 很燙燙 漂亮 好吃嗎 好好吃哦 有沒有 知道有沒有 還有油 然後有那個 油還是要 油跟汁都要攪 對 炒太久 喝太久 我看那個肉汁這樣 開燙了 老闆 太燙了 太燙了 不燙的 溫度的 比較燙的 我去拆監吃很多次 我沒有看過那個騙他人 騙他 咬 我沒有這樣看過 只有偏一點點而已 好嗎 他們沒有馬上拿出來 天使要放兩個十五分鐘吧 我是馬上從竹子抓出來了 馬上耶 就是烤下去 最怕皮不夠脆 裡面肉太柴 然後沒有水分 對不對 然後油不夠香 對 它都有了 對 老闆 其實我來這邊 我最原先要問你 你 石甯的豆腐有名嗎 有名啊 真的嗎 真的啊 早期生坑的豆腐 都石甯送過去的 不是哦 那你有沒有認識 誰做豆腐的 或是豆腐賣得很好 有啊 它在那個石甯老爺 就有一家那個 椅子店 不用 它這樣已經到現在 大概60年了 人家說出外靠朋友 就是這樣 問就對了嘛 先說這個烤鴨 還沒入口 就聞到烤鴨的香氣 入口之後啊 脆皮的口感 鴨肉的鮮嫩 鴨油啊 甜味在嘴裡炸開 最後啊 是淡淡的麥芽香魚韻啊 告訴你 它就是一個舒服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無視的素食材料理 吃飯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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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